建立一个资料库 然后把资料写过去 这些资料帮我写过去 对 再来就是把它读出来 再来顶多就是删除它里面的资料表 把里面资料删掉 所以里面的话我们接下来看 第一个 写到那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其实 我刚刚在云端上有补充了这一行 其实这个是完整的最后输出的语法 你就是一定要 Insert into 哪一个就是资料表名称 栏位名称 特别之后里面 一个地方错都不行 比如说你那个栏名称打错一个字也不行 所以通常你如果怕错 尽量都是用复制贴上的 就那些贴上然后改一下 这样基本上可以确保 不要说打错一个地方 后面的话一定是空一格 Values 这边一定要空一格 空格没空也不行 因为Insert into也会失败 只要一个小地方出错 可能就好像以前一个地方错 可能就找 找一个下午 一个找 公找这个都找 或者是说你少一个前双 前单影后单影差一个也不行 你只要一个地方错 都不行 所以待会也许可以各位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这个语法里面 你原来 sicle语法 假如说要把这个弄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个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有没有 自己重新打过一遍 那这一串的话 你可以拿什么 拿那个云端上面这一串来改 那实际上呢 这些资料 因为我要跑个回圈嘛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for I等于 你这边对了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就是 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 我要什么 把这个资料一个一个的 帮我写到那个 我的那个 资料库里 就是跟那个 ADO 连线 然后把它写过去 所以insert into 班级这个没有 Values 主要是这个 一般 那这个要怎么去把它改变 特别之后 刚刚那一串是 什么呢 这边因为要把它放一个 所以 等于是要把这个字串先切开来 所以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在and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那这里面中间呢 就是放什么 放那个sales 前刮符 有没有 然后第ID的 A栏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放个A栏 然后呢 再把那个什么 and的前后空白 把它控出来 OK 那特别注意 这个 单引号一定放到里面 就放一个 对不对 那其他都如法泡吃 所以哦 你会发现吧 这边改完之后 还要再把这边改 那当然聪明的办法是这样 最好刚刚改过一次 那你要看准 你要把这边贴过来 看不准 你就再来一次吧 所以看得准的话 就是双引号到双引号 就是双引号到双引号 到还没到到这里 应该可以慢慢有那种能力 可以很精确的把你需要复制贴到你要贴的地方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这个能力没有的话 你会看不懂我在做什么 OK Ctrl C 有没有 把刘年好这个 把它贴上 然后把这边改成B 那一样的道理 这边再把它改成C 有没有 因此类推 那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 我刚刚分成三行 这边变成D 然后再拉过来 这边变成E 这样就OK了 不过刚刚是分成 主要原因是因为折行 那特别之为你不能随便折行 所以你要找一个有end的后面 像这个有end end的后面这边加一个空白底线 enter一下 那我的习惯再加个tab 这样可以把它变成两行 看起来会比较清爽 不然的话你要折行 这个动作看起来没什么 如果你可以试试试试试看看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做 而且做一次就成功的话 那恭喜你 以后Seql 这种把资料丢到资料库 对来说就是简单的事情 不过以我的经验 同学卡在这里 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OK 好那这样的话 后来我们就可以把资料写过去 因为特别重要 这些一点点都不能错 那如果你避免错误 因为如果你假设 随便一个地方错 随便把这拿掉一个 OK好 类似像这样 你会发执行他 他就出现错误了 而且他又告诉你 与法缺少 与法错误少了运算员 就这样而已 那你怎么看出来 对 所以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说 征错一下 他一定会卡在这里 但不是这里错 是上面这个语法错 有没有 因为你丢给他 他丢不过去 他无法解译 那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讲Ctrl加G 为什么Ctrl加G 因为我会在这边按一个Enter 问号加一个Seql 把它print出来这一串 那我可以看说里面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有没有发现这边少了有前单引号 OK 就是类似像这样 这都是经验谈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把那个问题解决 你就卡 卡住之后就是过不去 过不去就是永远就没办法 有什么方式 就是类似像我这边的方法 你可以Ctrl加G 把这个Seql 以法print出来 然后最好是你手边有一个是 比较是正确的 你可以跟他比对一下 像这边有个正确的 你可以跟他比对看看 如果找到了你就去把它修改 理论应该都可以过 这种 要能够做到每一次都正确 其实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也许我的建议回去你可以找 相关的资料自己再去修改 怎么样把资料丢到SS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把它丢过去之后 那也确定说 这边把它改回来好了 不然等一下错了 OK 然后呢就让他倒车 按F8 再执行就过了 有没有就这样而已 其实真的就是只有很细微的 像以前常错的是 像什么 这个空白忘了加 这样子也不行 一定要空白 刮虎少一个也不行 就是要非常完整 OK 就要全部把它写进去新增成功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就是 怎么样把它读出来 那读出来我会希望怎么样 按下他 他自动帮我把资料丢过来 那我会需要什么呢 第一个 把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的话先插入一个 这个 一个SUB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怎么样 ad的一个 其实这个 这两行其实就刚刚讲的那两行 其实我也是从上面把它复制过来 就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到最后面 并且把那个工作表名称叫做 班级资料表 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这样 建立一个连线 有没有 建立连线的话 所以这一行 这两行 我刚刚讲过 1跟2 Ctrl C Ctrl V 一样也是建立一个连线 一样也是开启这个资料库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是下C口语法 所以C口语法的话 就是底下这边有一个MyCon SQ 有没有 这一行 所以这个 这个一样要把它SQ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读取的话 可能不是只有单单SQ 你可能要在前面多尖加一个物件 什么物件呢 因为你查完 哎不 接下来还没还没 还有一个上面有一行语法 叫C口 等于什么呢 我要去查询 那查询的话呢 在C口语法就是 Select 特别注意哦 他的语法一定是Select 哪些栏位是一个星号 Front Front是从哪一个Table Table的话呢 因为我们叫班级 所以Front那个Table OK 那这样的话 意思是说帮我把 那个资料表里面的所有栏位里面的资料都帮我捞回来 OK 那可是问题哦 我现在他已经帮我捞回来 可是问题我前面有东西可以去接他哦 所以呢 可能要接的方法就是Set什么 Set 不是买Count 我另外再增加一个那个变数叫买RS好了 这个名称的话自己取的 那所谓买RS是指的是他下了这个语法给他 然后呢他会丢什么呢 他查询的结果给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有点像什么 一个在资料库里面的一个表格啦 那这个表格哦 我们把它放到那个物件里面去 就放在这里面哦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把它读到那个 我们的Excel里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读到Excel里面哦 非常简单 就是一行叫Range 读到哪里呢 读到A1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把它读到A1 那特别注意哦 工作表名称 因为我已经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叫班级资料表对哦 所以呢 这边其实你前面不用加那个名称 因为你一新增他就跳到最前面的 然后你只要什么 Range A1点什么呢 里面有个方法哦 如果你要从资料库读资料的话 他叫Copy 特别注意哦 RS实际上就是RecordSet 所以里面有个语法叫Copy from什么RecordSet 这个RecordSet实际上就是 他把资料丢过来 会先放在记忆体 放在那个记忆体里面一个表格 啊你再把它读回来就对了哦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from哪一个呢 诶 特别注意你后面就是加一个mine RS给他就可以了 诶 就是意思说哦 他刚刚不是查到了吗 帮你放在这里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呢 从你的记忆体里面 因为记忆体看不到啦 在电脑里面 再帮我把它Copy到 我现在新增的这个工作表里面的A1就OK了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要把它读进来的话 那我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新一个嘛 然后改名叫班级资料查询 然后呢一样建一个这个ADO物件 然后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就是去连结班级的资料库 下一个语法给他 这个SQL很简单 特别是哦 以后我那个SQL语法里面最重要的查询 因为你不会查询的话呢 你就找不到你要的资料 然后呢就查到班级里面东西 帮我把它丢到什么 MyRS里面 好现在有了 可是MyRS在记忆里看不到的 所以呢请你怎么样 帮我直接call到我的A1来 OK好call过来哦 所以Copy from Recursets很好用哦 有没有发现 全部的资料都过来了 所以以后哦 假如说你要把资料丢过去就用insert into 抓回来就是Copy from 所以以后的话 可能你可以给人家e-sale档 就像这些了 然后里面就写读取 按下去他也可以从 那个远端的assets把资料 就倒到他的e-sale里面 OK好 所以你可以写嘛 他可以读 所以这样也可以达到资料 互通的这个目的 最后当然呢也还可以下一个语法 同样的语法 类似的方法 其实如果你要删除工作表的话 假设啦 那你可以怎么办 再下一个execute一个sql语法 就是drop它就可以了 drop table 刚刚不是create table吗 create table是新增工作表 那drop table的话呢 就是删除工作表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吧 那我们大概练习的整个流程 我让你一遍给大家删除掉 里面的话 我把它先 demo最后的结果 这边把它中断一下 这边删除 OK删完成 然后 这边旧的也把它先删掉 所以目前里面应该 资料库里面应该没有任何资料表 所以我重来写 新增一个 资料表 然后再把资料写过去 不过因为太快了 你看按下去马上OK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 档案大一点的 没有问题 你试过了 大概几百万笔都没问题 以前最恐怖是 几十GIGA的资料 写到资料部也没问题了 OK 只是要写很久而已 OK 然后呢 读取 读取过来 资料过来 最后的话呢 可以把它删掉 等于是我们做一个循环 然后这边又把它删掉 里面又不见了 可能刚刚有同学有问题的 有疑问的部分 可能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 这边会有个on l go to l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如果我现在这边有个create table 班级 可是我下一次呢 我又再create一个table 但是我这边假设 我这边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如果我已经建一个了 可是我再建一次的话 下一次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已经存在 你不能一样的名字 就跟工作表一样 你不能再一个一样的名称 那这个地方呢 会发生错误 所以 怎么办 其实说真的 其他的语言 我觉得其他语言是有的语法叫 create table if not is this 就是如果不存在 才加 但是问题那个语法在这边 不支援 sicle line语法有啦 这个 可是这没有 没有就很麻烦了 我就查一下 网路上大部分人就是一定要 自己再去 资料库里面 把所有资料表名称找过一遍 有没有一样的名称 那它写的麻烦 for each 就每一个 所以我在想说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后来想一招 这一招 干脆怎么样 如果你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on L L就错误 go to L这个指的是哪个标签 那标签的话呢 一定是 多一个冒号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错了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帮我跑到这一行 继续往下读就好了 OK 这个部分应该没问题 所以 我们如果说像这个刚刚出错了 那刚刚是直接就错了 就就停住了 但是这个不会 这个会怎么样 它会一样继续帮你写进去 一样 不过会有缺点就是它会一直insert 一直一直一直增加 所以会有蛮多重複的资料 那另外还有一招 就是说如果你不用那个on L go to的叙述的话 它有一招叫做rejun 这个rejun nets 然后这个就不用标签了 标签就可以拿掉 那这个作用是怎么样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加这个叙述的话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以后如果城市发现错误 它也不会停止 它也会一直继续 比如这一个地方错了 它就继续执行 它不会停下来 所以这个有点可以让城市变无敌 无敌状态的话 你加这样就好 也就是以后城市都不会 会有停下来的状况 所以以前工程是最喜欢用这一行 因为加了这一行之后城市就不会有bug出现 有bug也不会停的 就有点像 那个止痛记忆打 都不会痛 可是你其实是很痛 应该知道这个意思吧 revenet就是继续往下去执行下一行的指令 对对对 但是用这个方法可能要斟酌一下 因为它会变成说即便你城市有bug 它也不会 让对不会发现 所以变成说你会有一些错误讯息 会找不到的 好 无底洞了 可是问题 这一招是有很多工程师喜欢用的 因为他也找不到bug 他也不知道哪里错 对不对 所以反正就让他系统可以walk就可以了 也许等到哪一天 系统再撑不住了 就是他想要离职的那一天 对不对 所以后面的人接了就完蛋了 因为不可能 那个系统 其实像很多坊间很多公司 或很多公 公务机关的那个系统 真的 惨不忍睹 没有人敢去看 对 因为实在是无底 因为经常在互相交接 其实也交接不完 不完整 所以变成说有些系统就是说 等下一个人 然后看什么时候报而已 有点像吹牛一样 吹到什么 哪一天突然 所以这部分的话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on air go to 一个标签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on air rerunness on air 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加一个re rerunness 这样的话 程式有问题 他也不会出现 OK 那试试看 那我有把那个相关的东西 云端上有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